75、明報、斯雷布雷尼賊紀念撤開國總理周澤石 2015年7月12日國際A18 塞海爾維亞總理武契其作11日出席在波斯尼亞舉行的 斯雷布雷尼賊大屠殺20週年的紀念活動時 被在場民眾學道採並襲襲襲擊,被逼中途離場 塞海爾維茲維亞事後譴責事件是一次企圖暗殺行動 是對整個國家的攻擊 塞海爾維茲維啟企圖暗殺武契其Alexandre Vucic 昨日到達斯雷布雷尼賊斯利布雷尼賊一個紀念墓地獻花 以紀念大屠殺中的死難者時 再長數千民眾發出虛聲和吹口哨學倒彩 有人高叫真主偉大 一批多年來要求塞海國承認責任的女子則高夫責任 種族滅絕等語句 有民眾向武契其摘鞋、水瓶、甚至石頭 由於擔心安全受威脅 武契其在保鏢護送下蒼黃離開 塞海爾維茲維亞官方通訊社報導 武契其被一塊石塊擊中頭部 眼鏡爆裂 塞海爾維茲維亞內政部長斯泰法 激海爾維茲維茲維茲斯泰法諾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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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諾 文色的襲擊 是一次行刺計劃 即波斯尼亞未能提供最基本的保安 塞海爾維茲維亞外長達契其 以外維茲維茲形容 這是對塞海爾維亞整個國家的襲擊 也是對塞海國地區和平合作政策的襲擊 斯雷布雷尼賊二十年前發生二戰以內 歐洲最血腥的集體屠殺事件 當年巴爾維茲半島內戰接近結束 波斯尼亞塞海族部隊在斯雷布雷尼賊 獲約八千名莫斯林男子與男孩 並將他們殺死 路透社法新社 在俄羅斯中建立我